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 首先是原神无意间又上CCTV的新闻了 其实这个情况已经很多次了,因为原神在日本的广告确实很多 而报道日本疫情的时候,通常就会把原神的广告拍进去 底下的小字还有乌克兰的情况 上期视频中,野猪给大家看了临滑痛车撞车的图片,这次是萧公的 萧公,萧公你怎么了,你好好看啊,这位朋友 这是孟五回2.0开到期啊,萧公临滑在同一个版本 然后是国外的朋友们制作了一张米游击在原神里面的角色例会 结果好多不知道米游击的朋友以为这是原神的新角色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米游击在我们这边比较知名,国外知道的玩家并不多 前面那段视频是国外的一个玩家群体,他们打算为原神做法语的配音 并且很有可能官方也会支持他们 毕竟再怎么说法国都是武藏嘛,有法语然后来一个俄语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德语 有西班牙语是不是还要来一个葡萄牙语 等到蓄迷出来以后还要印度语,阿拉伯语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啊 这里先预祝所有点赞,三连和关注的朋友 小包底不歪,单抽出金,十连双簧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野猪,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着来回答一下朋友们的私信 雷神卡池什么时候开池 登陆游戏,打开卡池,雷神卡池还有十天就来了 雷神星海卡池的四星还没有发布 不过也诸我预测可能是早又砂糖雷泽九条 以后还会不会出人物旁边的小挂件 就是小精灵这种 像这些精灵和小宠物 以后肯定还是会继续有的 而原来这些应该也会有复刻活动 2.6角色武器池暂时回答不了 全网预约一千万的福利是十个相遇资源 我小号有,但是大号没有 这是开服的活动 说明你大号应该领过了 电脑端疯狂掉针可能是电脑的问题 因为野住我的电脑1050显卡 大概三千多块钱 没有掉针情况 雷神暴击率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可以选择暴商头 如果没有达到请选择暴击头 通过修改B服服器的两个代码 就可以把登陆器变成官服的 会不会封号 会的,你这个是修改客户端了呀 三界路活动的金碟现在是可以抓捕的 但是活动结束以后也是有的 只是要通过用保钱购买 达达利亚什么时候复刻 进两个版本内应该不会的 什么你要给八重绳子用绝缘 我个人建议八重现在用2加2就可以了 下次前瞻在什么时候 3月18号左右2.6前瞻直播 卖的号是死油箱有风险吗 肯定有风险啊 死油箱肯定有风险啊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抽卡圆梦 关注野猪 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大家